展圈機車入口等紅燈 突然後方轎車狂衝 駕駛就像打保齡球般 狂衝直撞 騎士們瞬間慘摔倒地 飽受驚嚇 等紅綠燈的時候 然後後面突然有台車暴衝了 世外在桃園正光路與文中東路口 比駕駛從後方猛力追撞9輛機車 造成8名騎士受傷 現在車禍發生原因 答案揭曉 剛剛不小心就是那個鞋子怎麼卡住了 結果就踩錯了 然後我就是已經打N檔 結果他一直暴衝 後方追撞南方 正面狂衝也很嚇人 怨令狐偉這輛一色轎車 一路逆向行駛 伸著歪歪斜斜 對向機車驚險閃躲 騎士警魂未定 還回頭看到底怎麼回事 這車了吧 怎麼開車外來彎去的 還逆向耶 這樣很危險喔 爸爸騎機車載著小孩 閃都沒得閃 常被插撞 但駕駛竟然還往前開 原來車上73歲老翁 疑似身體不適 一路逆向4公里 過程令人捏把冷汗 現在警方也將依法開罰 而在鮮北永和一名富人走斑馬線 遭到轉彎貨車撞飛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緊急送一搶救 招式駕駛工程 被A柱擋住視線 不小心衝撞前方行人 詳細事故原因 警方將持續調查釐清 叫黃秘基傳告一帳我報導